如果你现在就去更新推特 那么你继续 再也没有推特了 自从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这只小蓝鸟没过上一天消停日子 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个新闻 一直到最近为了一个黑叉 他甚至直接把小蓝鸟就放生了 那么现在他终于成功把推特搞没了 不管你是在电脑端 或者去Apple Store 又或者安卓商店 搜索推特 都无法找到我们熟悉的那个图标 你能看到了 只剩下了一个黑色的X 一旦像我这样点击更新 你的应用界面 就会获得一个大大的X 下载更新完成之后 我发现不仅从外面的logo变了 里面的界面功能也都变了 从手机上看 老板的推特首页就是系统推荐的信息流 第二个标签页type是搜索 第三个是提醒 第四个是私信 新版的X则是将首页突散到了五个模块 读出来的这个是community社区 同时呢 左侧边栏多了一个space 类似在21年2月份 瞬间席卷全球的clubhouse 也就是语音聊天室 一个是文字社群 一个是语音聊天室 这时候就需要提嘴 马斯克心中的星辰大海 他可不止一次公开表示 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像微信一样的超级万能app 我们没有像微信一样的超级万能app 买了推特对标微信 改变小蓝鸟的一切 甚至蓝鸟本人 就为了打造类似微信这样 结合了社交支付通讯 各项功能与一体的超级app 但为什么26个字母 偏偏选中了一个x呢 马斯克和x的纠葛 可不是现在一拍脑袋才出来的 他最早起家的paypal 当时域名就是x.com 后来他把paypal卖了 一直到2017年 才把x.com这个域名再度买了回来 当时外界猜测 他会把这个域名用在model x spacex上 没想到马斯克心里早有打算 6年过去了 既然我重新做一个app 积累用户数太慢 我就买一个app 改个名字 改功能就完事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x 其实不仅是马斯克 x也如魔咒般吸引着其他科技企业 甚至不止科技企业 电影 电视剧 音乐 也都对x着迷 那x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作为拉丁字母表中的第24个字母 它也是罗马数字中的10 x代表未知和变量 它也是英文 experimental 实验性的缩写 x是探索 象征着在遇到挑战时 愿意激进探索 并且尝心 x也是未知 一切的未知数 未知的嫌疑人 未知的未来 x也很神秘 他自带的科幻属性 也决定了他在科技圈的影响力 科幻小说 Reloaded AI Rebound作者 Asak Hook表示 x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让某样东西看起来酷炫和有未来感 能够营造出一种神秘感 过去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 也会把自己签为x 让人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对于十分擅长做梦 以及执行梦想的马斯克来说 既然胸怀星辰大海 又想要无限靠近未来 把自己的产品和公司更名成x 可能是最容易跨出的一步 见效极快 心里也够爽 对于我们看到热闹的普通人来说 在马斯克的这次实践课上 最大的感受就是 哪怕你没想好你的app要做什么 想和科技 未来 神秘感 加上边 给自己的产品 加上x 总没错 还有一种致富的方式 把x相关的各种类型产品的域名 抓紧去注册一遍 说不定马斯克哪天想做这个赛道了 就得找你来买域名了 听说推特上有位一开始就注册了x账号的网友 已经和马斯克达成了 不知道于不愉快的协议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电容 如果你还没想好 要不要更新推特 那你就继续纠结着 反正我相信 如果马斯克真的要按投我们 接受蓝鸟没了这件事 他应该有的是办法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也会分享更多 关于AI和自动化相关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